叶晨眸子一喜 他倒是没有想到 吉林暗中的这一手 却是帮了一个大忙 好 你老祖大概什么时候到京城 叶晨激动的 包心盒犹豫了几秒 大概后天 因为西藏那边 有些棘手的事情出现 还请叶先生谅解 还要两天 叶晨等不了这么久 他眸子微眯 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不管如何 他要去一趟林家 就在今晚 包心盒看了一眼叶晨 能够感觉到 对方眼眸的杀意 便问道 叶先生可是打算去林家 你怎么知道 包心盒解释道 来的路上 我已经了解了叶先生的事情 林决龙以及林家 对叶先生来说是 隐藏的威胁 如果不扼杀 后果不堪设想 换做是我 这个夜晚 我也不会让他们安宁 叶晨倒是对包心盒 高看了几眼道 你可愿意陪我去一趟林家 包心盒愿意 主人曾经交代过 任何人想要动叶先生 都必须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此刻的包心盒 也是爆发出极枪的杀机 他没有选择 他的命早就是几林的了 如果叶晨出事 他也没有资格活着 叶晨和包心盒相视一眼 不再犹豫 直接从十楼跳了下去 没入黑暗之中 对于修炼者来说 十楼的高度太低 而就在这时 魏颖正在阳台上 看着叶晨 交给他的武器 他刚研究出什么 便看到了叶晨月下的身影 嗯 叶晨这么晚去哪里 他本不想多管闲事 但是周身莫名卷起了一阵煞气 下一秒 他好像被控制了一般 柔软的身躯 竟然也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当魏颖感觉到周围狂风呼啸之时 才发现自己做了如此疯狂的举动 这可是十楼啊 他虽然刚刚修炼 但是他可不是什么神仙呢 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 不死就怪了 他后悔了 甚至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 自己发什么疯啊 跳楼自杀 估计明天京城的头条新闻就是 京城师范大学 一女教师迫于教学压力 跳楼自杀 教育制度是否该改革 一想到自己就要香消玉云 魏颖心中无限惆怅 他才二十来岁啊 他甚至连男欢女爱都没有试过 好不容易遇见了自己喜欢的人 他竟然就要这样死去吗 眼看魏颖就要触碰到地面了 他的身体里冷不丁地冒出一道冰冷的女声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下一秒 魏颖竟然发现自己的双手开始掐绝 空气中无数水滴疯狂涌来 水滴凝结着倒倒冰晶 直接在距离地面两米的地方 形成了一张大网 魏颖落在了冰晶大网之上 缓冲了一切力量 不光如此 魏颖的周身竟然出现了一道血色虚影 血色虚影的样子和魏颖一模一样 没有想象的碰撞 也没有想象的血腥 魏颖安然落地 他完全蒙了 自己竟然没有事 就在这时 那清冷的女声再次响起 如果你再不跟上去 就可能再也找不到那小子了 魏颖一正 看了一眼周围 没有一人 你是谁 你到底在哪 我是你体内的煞血含体 快走 魏颖脸色微变 刚想说什么 一股无形的力量仿佛在控制着他 他看了一眼自己脖子上的地魄悬石 竟然已经产生了无数道缝隙 难道是因为无法镇压他体内煞血含体的缘故吗 不过虽然被控制了身体 但是他清晰地感觉到 只要自己动用一些力量 必然能破开对方的控制 只不过眼下这种感觉让他很受用 他并没有破开控制 夜 莫如期 京城林家 夜晨和包新河已经来到阵法之地 林家的确在一个公园附近 夜晨紧闭眼眸 能够感觉到周围的阵法波动 这波动比血煤电以及江家还要强烈 夜先生 虽然知道在这里 但是我可听说林家的阵法可不一般呢 想要强行破开极其困难 甚至这阵法还带着极强的攻击之意 我听说当年有一位华夏强者尝试过 最终还是死于阵法之下 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啊 夜晨没有理会 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对灵符一道极其的清晰 万变不离其宗 他一眼便感受到了阵法的阵眼所在 他跨出几步步伐极其诡异 甚至在包新河眼里有些不伦不类 就在夜晨走到第七步的时候 整个地面震动了起来 一丝淡淡的光芒闪烁 阵眼浮现 包新河表情宛如见鬼一般 这夜先生竟然仅仅几步就找到林家阵法的阵眼 这是什么妖孽呀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夜晨手指掐绝 指尖隐约之间竟然出现了一道火焰 下一秒 火焰宛如一只箭矢 刺向阵眼之上 火光爆发 那阵法的结界竟然像蜘蛛网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蔓延 彻底碎裂 不光如此 夜晨又是轰出一拳 这一拳龙吟阵阵 密密麻麻 一大片阵法全部破碎 包新河的表情彻底凝固了 这夜先生不光找到了阵眼 还毁掉了阵法 这是什么手段啊 简直闻所未闻 与此同时 里面的林家自然感觉到了震动 血蒙老者和林傲相视一眼 都看出彼此眼眸的震惊 这是什么动静 血蒙老者诧异道 林傲站起身惊恐道 林家的阵法被人强行破开了 怎么可能 他林家的阵法可是千年前传承下来的 此阵虽然算不上什么上古大阵 但是放眼整个华夏 能比此阵强大的几乎不存在 现在居然被人破了 而且是硬生生的轰碎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了 监控呢 血蒙老者感觉到不对劲 林傲眸子一缩 刚想拿起桌上的平板调去监控 一声巨响传来 空气仿佛被一股极强的力量破开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一柄长枪破空而来 周身带着极强的气流 叮的一声直接落在了他的手心 刺穿平板定在地面之上 火星闪烁一股狂风席卷 不光如此 因为刚才长枪的力量太过恐怖 他手上也出现了一道血痕 鲜血疯狂地涌出 滴在地面上 林傲有些懵了 竟然有人强闯林家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阵惨叫之声响彻 紧接着 他看见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画面 林家黑色的悬门 直接被人一脚破开 无数目屑横飞 黑暗中 一道冷傲的身影出现 关键这身影手里握着四颗人头 这四人赫然就是林家守在门外的强者 视线上移 外面的灯光终于打在了那身影的脸上 斑驳的光 露出一双冰冷的眼神 如恶狼 如雄狮 杀戮而又逝血 夜晨 夜晨竟然杀上门了 血蒙老者和林傲下意识退后了几步 他们脑海中闪烁着今天上午在体育馆 那夜晨宛如战神的画面啊 林爵龙败 血蒙强者重伤 华夏守护者死 眼下 华夏能阻挡夜晨的还有多少人 那四颗头颅直接被扔到了林傲的脚边 我爸在哪 夜晨已然出现在林傲的面前 相距两米 冰冷的气息包裹林傲全身 林傲这才反应过来 死死地盯着夜晨 你来晚了 夜天正不在这里 是吗 夜晨没有动手 反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烟 点燃坐在了一侧 我给你一支烟的时间 将夜天正带来 否则林家所有人都要死 烟雾缭绕 遮住了夜晨的脸庞 这看似平常的画面 却让林傲和血蒙老者 都感觉到了恐惧 因为他们看到的 不光是一个青年在抽烟 他们还看到了一条血龙 慢慢地从夜晨的体内钻了出来 眨眼之间 竟然顶破了整个屋子 庞大万分 然后就这样盘旋在夜晨身边 那血龙 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人 猙獰的脸庞 龙林之上火焰滚滚 整个大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此刻的大厅 寂静到连呼吸声都没有了 就连后来出现的包心盒 看着那条从夜晨体内钻出的血龙 吓得也是身躯僵硬 这夜晨竟然还能御龙 这不是传说中的仙人才有的手段吗 关键 这血龙怎么从他的体内钻出来的呢 季小姐已经这么恐怖了 谁能想到这夜先生更加恐怖啊 季小姐让他保护夜晨 这种存在还需要他保护吗 一支烟结束了 夜晨将烟掐灭 目光凝视着面前两人 一字一句道 五分钟时间到了 我没有如愿见到我父亲 我对你们很失望 真的很失望 他的声音很冷 能让所有人感觉到无形的愤怒 下一秒 夜晨冻了 这一刻的夜晨 如同一道闪电速度惊人 夜晨气势迸发 如同野兽 朝着灵傲冲击而去 灵傲自然也不是庸才 能成为顶级家族的族长 他自然有足够的实力 夜晨 仅日你伤我儿 我也让你感受一番绝望 灵傲一拳轰出 离合境之力疯狂爆发 他所在的地面竟然开裂 双脚之下 一股无形的气浪翻滚 可见他这一拳的威力 这一刻 林傲所展示出来的气势 完全不是一般舞者 所能够媲美的 林傲不敢大意 甚至将气势提升到顶点 一声怒吼 力量骤然扩大 他所在的地面竟然开裂 他所在的地面竟然开裂